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環境浮射走調團的召集員林瑞朱 我們去年測了一整年 從三月到十二月底 我們測了將近兩千個測點 然後大概得了兩萬四千個測值 我們從這些測點裡面找出了五十四個浮射熱點 去年也做了一些發表 我們在一月底二月的時候 有跟媽蒙借了一個可以偵測核種的儀器 比較高階的儀器去做一些復測 當然還沒有完全完成五十四個熱點的復測 不過好像圓能會的部分 已經有完成五十四個測點的復測了 那我有一些疑問 我自己的復測跟圓能會復測的結果呢 那我有一些疑問 我現在就是想要針對這些疑問 請教謝教授跟國王主任 這個是我們去年做的兩個輻射地圖 那因為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就簡單帶過 那就是我從一月底到二月的時候做的一些復測 那這個就是媽蒙這個儀器可以測出何種的 那我第一個疑問 我先講我的疑問 我第一個疑問是 因為我們去復測的時候 我們在新竹復測了幾個地方 一個地方我們最少去了兩次 那我不知道圓能會在這方面是怎麼操作的 以我們的經驗來說 去復測一次的只是那個短時間的一個成果而已 那我們第一次復測跟第二次復測的出來的結果 我們測出來的核種都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圓能會在這方面是怎麼進行的 那所以呢我就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在因為圓能會的公布說 這個我們測出來的54個熱點 裡面的核種都是天然核種 那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那可是我測出來的情況剛好相反 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呢我們去想了解說 這個只是短暫性的一次性復測 甚至是10次或100次 短暫性的並非長期的監測長期的採樣 這樣子是不是真的可以斷定沒有問題 那比如說像我就舉一個 我們在立法院測的結果 因為這兩次我們都是在立法院開會 都是在立法院中心大樓1034 因為地點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1月17號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布 這個是武器 WG這個應該是武器級的布吧 我就稍微查一下 武器級的布好像是核彈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這樣嗎 是好像核彈世報啊 這些戰力出來的一些核種 那這個東西台灣 我知道早期台灣有在做平釉彈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釋出一些不好的物資 那從反正20世紀中 20世紀出到20世紀中 全世界都在核彈世報 這個可能台灣有受影響 或者是說我們自在製造平釉彈的那個階段 甚至有一些輻射外洩 所以才會產生這個武器級的布 另外在同樣的地方在1月29號 才相隔12天而已 我們在立法院又測了 這個是測出來這個布 這個布好像是 我對這個不是專業啦 聽說是核電廠散發出來的布 這個RG布 這個 那在1月17號 我們在立法院測到武器 就是核彈的聚餐 在溫州間一家餐廳裡面 咖啡廳裡面 我沒有測到布了 這個布跟立法院測到的 同一天測到的布是不一樣的 是RG這個布 我想這個待會就請兩位專家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2月的時候 到三豐國小去膚測 因為我住新竹 那三豐國小是 就是除了清大那個膚測屋之外 我們發掘情況比較嚴重的 因為他在同一個小學裡面 好幾個點 我們一個小學中央測10個點 那他在好幾個點都發現超過0.3 所以我們跑了兩趴到三豐國小去覆測 也是拿著媽濃這個儀器 那測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們在2月2號的時候去測 有發現一個假事實這個核種 就這個是天然核種 那2月4號我們又去了 也有發現假事實 然後還有點131 那我們在中庭那個教室 就是中庭的地方 測有測到 就地表測到超過0.3的一個測值 那後來我們在想說 因為它是磁磚啦 可能這可能是跟磁磚有關也必定 那不過 因為這個學校很多點都是超過0.3的 它可能除了這個磁磚之外 它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 那我接著下來 三豐國小 那因為這個家長有反應 主任也打電話給我 主任打電話給我 很有趣 他在大年初五的時候打電話給我 就是我們已經去復測了之後 他在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說 你們跑到我們學校來做輻射測量 測出那麼高的測值 我要你負責 對 那學校的反應是這樣的 這個是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負責 教室是你們蓋的 學校是你們經營的 那你要負責找我很奇怪 我只是去測量 去做個幫你們發覺問題 你怎麼反過頭來要我負責呢 那你應該去找 縣政府找園能會 你怎麼會找我呢 可是他要我負責這樣 當然我沒有能力負責 我也沒有必要負責 那3月12號呢 因為有家長反應 學校主任也打電話來了 都很關心了 園能會人也找我們一起去復測了 那邊負責 對不起喔 那邊負責的結果就是 我們 我們原來發現0.3的測點 我們那邊測到0.4 然後 而且那邊我們有測到1192 這個1192應該有差藥 像是醫療用的 醫療用的輻射 這樣子 這個是 我們去 過年期間我們去三豐國小 測出來測了三次的一個結果 所以 就是說 原來我也說一次性 54個測點都沒有問題 我不知道耶 我心中充滿疑惑就對了 那 親戴我們也去 親戴是輻射屋 大家都知道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 就是有關心這個方面的問題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的生技館 就是 輻射屋 那 之前 我跟方簡 跟信律師公開房事協會 中屬級理事長 我們都去測很多測 那 因為有了這個 借來這麼好的儀器 我們當然再去測一下 那 在2月2號的時候 我們就在校園裡 就是在那生技館的周邊 我們繞了一圈 那又測到 設計37 設計34 還有賈40 然後 在那個 生技館的 一樓門口地板 我們也測到很高的 輻射值 0.98 0.908 有 好細胞 有細胞 然後 這個是 測干馬的 他這個只有測干馬視線 那我們這個 我們拿去做普測的這個儀器 inspector 我們是測到0.6 它比較低一點 那這個 這個 MAMOM這個儀器 是有經過核能研究所校正的 就是國家的校正單位校正的 然後 隔一天 我就再去了 然後 這一天就發現 在 就那個 生技館那個大門口那附近 發現了 設計37 跟 布 兩天我們測到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所以 就是這樣 那我是 第二個疑問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 就是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檢測 浮射的檢測 指測 那我心裡非常疑惑 為什麼不測 αβ 因為像那個 那個 那個 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 在2011年的時候 他們 那個時候呢 他們好像也是針對 鋼碼射線來指 剛開始也是針對 鋼碼射線 然後他們就沒有發現 屍 屍久屍 屍久屍 他會產生 β的衰變 他會產生β的射線 那 一直到了隔年 一年多以後 2012年7月24號 他才發現這個 放射性物質 屍久屍 才公佈 未必是他有時候發現的 也許早就發現了 只是沒有公佈而已 那這個屍久屍呢 他是會產生β的衰變 那 他會引起 骨炎 骨癌 跟白血病 他其實有存在很大的風險 像 這137的 在環境中的 半衰期是30年 在人體只要70天 輻射度 就減一半了 可是 這個屍 我這個我忘了寫 好像我印象裡 屍是半衰期是70年吧 可能待會請教一下交涉 然後我第三個疑問 就是 其實我們在環境中 台灣對於建材 好像這個輻射方面 除了輻射鋼筋 有管制之外 其他好像沒有什麼 法規可能我要再確認一下 沒有管制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建材裡面 很多都有高輻射的 像我們的走尿團的團員 好幾位都已經發現 自己家裡的磁磚 的輻射值超過0.4 可是0.4很高耶 另外在原則會的網站裡面 超過0.2就要加強監測 那實際上 輻射它是沒有一個安全劑量的 當然是越低越好 它對人體是會有傷害的 可是高達0.4 很多 我家裡在測也是一樣的情況 像這種 柚料 含有輻射柚料的磁磚 還有花崗岩 還有一些 還有重砂的海砂 這些哪個建材 是不是適合 那是不是應該 原來會要有一些管理 要有一些規範 我覺得這方面恐怕 還需要再研究 那我舉幾個例子 這是最近測的 我前幾天到大平民捷運站 去測一下輻射值 那順便測一下 它那個花崗岩 那個 就是大平民一號出口那裡 它有一個花台 那很多人都坐在花台上休息等等 所以它是靠 跟家裡的磁磚一樣的 靠你很接近的 家裡的磁磚 小孩子會在上面打滾 那我們有時候也會坐在地上 那這個 你看 它輻射值高達0.53 很高 然後 它在那個同時 我們測的 尼地儀表的空間計量 是0.12 那那個花浦的泥土 是0.250 差一直這麼大 然後在那個 新竹實驗小學 新竹教育大學 那個實驗小學的大門合內側 它有那個 也是花浦 一個怎麼講呢 就是一個稍微突起的地方 做一個界線那樣的地方 它也是用的花崗岩 那 那一天 我們測出來的 離地一米的測值是0.173 可是 這個花崗岩是0.437 也是很高啊 這是在校園裡面 然後那天我們在校門口 就 在校長室的門口 我們就測到這個 這個應該是叫 IYE192 這個也是福祉 醫療用的嘛 就是這樣 那 我簡單講一下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輻射測量 那其實是 想要 喚起民眾對於 輻射污染的 一個環境的危機意識 那也希望就是 建立一套 輻射的 測量的檔案 輻射測值的檔案 可以做以後 以後長久的一個對照 第三的話就是敦促官方 所以今天我覺得園輪會的人有來 我是覺得蠻好的 我們可以做一些溝通 因為每次我們跟園輪會接觸的一些經驗 或者是上次東台灣也曾經 園輪會也派人來俯稱 都是在PK的狀態 我覺得應該要有更好的溝通才是 官方拿出來的數據 我覺得需要更能夠說服我們 不只希望這樣子 當然也希望學術界 讓謝教授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以後是不是有一些研究計畫 能夠針對這個輻射的研究 尤其是對於輻射的傷害這些 還有核電廠輻射溢出這些問題 我今天簡單的報告就到這裡 我主要是想要提出這些疑問 來請教兩位專家 謝謝 現在我們請慈濟大學 謝教授來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疑問 所以我也是努力做了一下功課 然後來提出一些疑問 等一下其實我們還是要請黃主任來做回答 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人過去是長期從事輻射屋居民的流行病學追蹤 然後我們實驗室也參與過來雨的環境調查 另外也接受新北市空氣污染 就有關於輻射精測的部分 做過兩年的計畫 所以自己本身在採樣上 或者是這方面累積一點經驗 好 非常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讓我們有機會來這邊做一點說明 我來自原準委員會 補色偵測中心 我們的地點是在高雄 對於林小姐 發起臺灣補色的總調團 我首先表現非常欽佩 願意做這樣的努力 所以剛才謝教授的製教 首先非常感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使用一點時間稍微做一點說明 所謂環境的背景浮射 這個其實就像很多國家 他們都會有些基本的地質調查 水文的調查等等 這個本來就是環境的一環 所以這一個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 都有在做這種環境的背景浮射 我們當然也不意外 我這邊首先舉出一張 這是美國的地圖 我有大家看到 這也是美國的環境背景浮射的一個地圖 用這個顏色來表示 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從這個紅、橙、黃、綠、藍、墊子 每個顏色都會有 所以首先要給大家這個說明 就是說環境背景浮射 本身就是一個變動 它的這個變動的幅度的原因 有跟這個地方的緯度 這個地方的高度 尤其是這個地方的地質 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在我們所了解的 花崗岩裡面所含的天然放置性物質 比較多 剛才林小姐也有提到 他們到糧側的時候 在某些磁端的地方 某一些特別的地方 都會發現 就是這個道理 地質的影響 我這邊走一個例子 世界上很多地方 這個糧側的結果 很明顯的一個地方 是在義大利的梵蒂岡 環蒂岡的服飾會比較高 為什麼 他那邊用很多花崗岩來蓋的 這個古老的教堂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我們再來看一看 這個是全世界的這個情形 這是全世界的這個 調查的結果 有幾個地方是比較高 背景的這個地區 這邊舉出來幾個地方是 包括巴西、在中國、在印度、還有在伊朗 這幾個紅色的就是比較高的這個地區 同樣的 他們也是跟這個當地的地質 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這個變動的這個幅度 甚至可以達到幾十倍 甚至上百倍 可以上百倍 所以這環境的自然背景 變動不是很大的 這些地區還是有人在居住的 尤其比如說 最後邊的這個巴西的這個 甚至於是巴西的第一旅遊勝地 它是在一個海灘 那邊的旅客是非常多的這個情形 所以我首先接這個強調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它跟身體的健康危害沒有關係 不要為了一點點的變動 把它想像說 哇 不得了 不是的 這個是全世界的這個情況 我們回到這個我們台灣的情形 當然 我們今天這個委員會有這個義務 把這個情形做一個調查 然後跟民眾來這個公布 這就是在網站上面所公布的 這個還是比較早期的 比較早期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主要的監測地點 是在北部 因為北部有荷能電廠 還有在最南部的地方 早期這個是 為了讓當地的民眾 了解我所生活的地方 我們知道它 涂射量究竟是怎麼樣 那麼 在三年前日本湖島事故以後 那麼因為每個人都對這個事情更關心 所以我們又增加了很多站 那麼現在在全台灣 每一個縣市 至少都有一個這個檢測站 現在一共設置的45個 45個這個檢測站 那麼監測的結果 都是即時的在網路上面發布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網路上面 都可以看見 其實這個 只是我們所做的環境監測的一種而已 這只是其中的一種 大部分的我們所做的這個工作 其實是要把樣品帶回來 各個地方的空氣、飲水、土壤 讓當地的吃的這個食物等等 帶回實驗室 來做化驗、分析 因為只有這樣子才能夠 掌握到更精確的這個素質 也才可以採集到 更多的這個樣品濃縮等等 所以大部分是要把這個樣品帶回來的 那麼我們在台灣 這個這麼多的發現 這個情形 大概不太容易發現到有特別高的情況 比較明顯的是有一個地方 大概是到北投 北投 陽面山地區有所謂的北投石 這個是在地質學上 甚至以台灣的地名來做名字的北投石 好 我剛才提到 我們重要的要把樣品拿回來 然後做各種的這個化驗分析 大家看這個圖 這就是鋼馬能波分析圖 在左邊有那個紅色的有沒有 其實這個譜線上面 這個每一根每一根的譜線 它的意義就是我們所謂的放射核種 這是什麼核種 剛才林小姐講到就是說 走釣團發布的 政策結果 台灣發現有54個地方比較高 我們原則人文會 實在是不敢怠慢 我們一個一個地方 一個一個一個地方去覆測 我們去覆測就是要去量這個 因為我們從這個能波以後 量這個以後 可以知道是什麼核種在裡面 那麼我們量了這個 量了這個結果以後 從這個核種的種類 我們可以判定說 這個東西是從核種電腸來的嗎 是從放射性匯料來的嗎 是天然的嗎 或者是核爆的殘留 我們可以從這個核種 從它的這個核種的特性 可以去瞭解 比如說這個圖 這個是在日本虎島事故以後 空氣在扁揚到的 左邊兩個紅色的 那就是點131 色137 我們知道這個確實是從這個事故來的 最右邊的這個藍色 這個是假事實 這是天然的 這是天然的東西 這是在日本虎島事故以後 我們用很大的這個情況 把它給匯集起來的這個情形 量到 台灣確實是有 但是量就是這麼一點點 比天然的還要少 天然的還要少 天然的還要少 因為時間非常有限 我只做一點這樣子的普通說明 國長再強調一次就是說 走到台灣發現說 台灣有幾個地方比較高 我們確實是每個地方都去覆測 而且我們的覆測不是量量說高低而已 我們是要看看它到底是什麼東西來的 我們經過調查結果 所有的我們只能夠發現的就是假事實跟天然的東西 並沒有任何的這種員工 比如說剛才這個所謂的點131 或什麼 確實是沒有 而且我們用的是很精確的一去去調查出來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就簡單這樣說 謝謝 謝謝 謝謝黃主任 不過剛剛那個謝教授他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民間 民間 已經測油對不對 一個就是媽蒙那個 我們借來的可以測核種的那個儀器 另外一個就是 我拿去普查的一個 一個美國的那個簡單手持的那個測量器 那當然 那一天還有 還有 牛人會還拿到其他款的 點化甲是不是 對 還有另外一款 我記不起來了 當然它的功能性不強 可是功能性不同 那 反正 我覺得如果說公務門一直堅持 堅持在它要撤屋的話 那我們民間 我們民眾要 要能夠取信於我們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我們開放幾個問題 讓 我稍微做一點說明對 因為剛才謝小姐有一些指教 我簡單的先說明一下 就是 基本上我們是實驗室 我們也知道說 我們必須要來 整個 我們不靠